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就想要来贝格经济部能源局所委托公园院举办的 风机适当距离规划跨机构专案小组的咨询会议 不过在同一天的凌晨早上呢 在院里风机施工的工地就发生了英华卫公司 公立保全前去阻挡施工居民爆发流血冲突的事件 那这场院里反风车居民保卫家园环境 要求政府干净制定风机安全距离法规的抗争运动呢 是蒙上了暴力的阴影 因为这个风力发电在台湾已经发展了十几年 可是台湾的政府完全没有一套好的安全距离的规范 当然我们绝对反对的是令人的设置方式 跟当核设置核电一样 一样粗暴 一样独裁 一样专制 我们是要保护一个我们自己的家人 一年未来 因为政府都不敢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们这样的民主都不敢打 我们这样的可能我们是要跟他相当 开始要进行管线工程 当天因为晚上凌晨两点实在非常的暗 完全没有警察在现场就是处理这个现况 根本就是保全直接用暴力对待我们抗议的乡亲 甚至有保全拿起在海蹄上面的石头 直接朝着我们的乡亲的脸上往上欧 我手上还有许多的验伤单 有的人的手指受伤了 有的人的腰就是脊椎受伤了 有的人的脸被英华威的私人保全 就是强打欧打 就是倒地在地上 可是警察却完全没有进来处理这件事情 可不可以再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要去杯葛 然后到底究竟英华威或者是在这个院里反风车 这边有什么样的主张 那英华威到底或者是在官方又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事实上经济部能源局是在早在8月20日的时候 是召开了一场实验性的听证会 可是当时遭到参与的民众跟团体代表 他们是质疑说那个程序是有瑕疵的 那么能源局的副局长是承诺说 这一次的会议是不具有法律效益的 不过这场不是真正的听证会 不过在经济部能源局却在10月15日的 总统服人权咨询委员会上面是说呢 8月的这场会议其实就是一个听证会 所以他们是说已经有广纳民意 然后也引发了民众他们不满 他们是说政府根本是在一次的欺骗他们 然后院里反风车的自救会的居民 他们是诉求说政府应该要就风机适当的距离 召开一个实质的听证会 他们才会愿意参加 那当天呢能源局这个会议的主持人 也就是能源局的副局长 他出面来说 8月20这个实验性的听证力 他承诺这个实验性听证会 完全没有法律效力 而且只是咨询性的性质 可是没想到在10月15号 总统服人权咨询委员会的这个会议上 这个经济部的官员代表 竟然把8月20号这个会议 说成是听证会 而且广纳就是公民 广纳民众的意见 然后去办理这个听证会 一切都是满天过海的谎言 我们将针对这个会议的程序的不公义 不公正 然后没有公开透明的这个状况 我们要进行杯葛 那底下的邀请的旅团的贵宾 聊聊不到10位 那这些乡亲 或者是他邀请这些团体 其实非常的少 那记得当初在实验性听证会的时候 这个会场里面 基本上应该有100多个人 有非常多的团体 但为什么今天的这个样子的会议 邀请却是只有聊聊 几个团体还有几位人 几个人 而且还没有我们台湾满眼 新竹生态协会 基本上呢 我在这一个实验性听证会的会议 上面至少发言六四以上 并且有递发言单 但是这一次的会议里面 竟然没有邀请我们参加 我想这是一个 所谓彼此之间的信任的问题 也许或者是他是一个资讯的问题 不过从这个愿你反风车的 自救会的角度来讲 看起来是对于这个 自救会 对这个所谓的听证会的 这个所谓的合法性 是有一些疑虑 所以他们希望要求一个更 正式更完整的一个听证会 可是这样的一个要求 或是这样的一个诉求 为什么会蒙上你刚提到的 这个所谓的暴力的阴影 那当时现场的状况又是怎么样 是那么就愿你当地的状况 我们要回到10月25号的上午 那反风车自救会的居民 他们是再次北上到行政院前面 来做控诉 他们是说呢 在10月23日的凌晨2点 反风车施工的单位 英华威公司 他们在院里突袭 施作管线的工程 那么过程当中 他们是直接用怪手呢 是直接破坏的防循道路 那么并用围离 作为冲撞居民的一个武器 他们是直接这样冲撞居民 导致居民有很多人挂彩 送医跟骨折 还有流血的状况情况发生 那么更有一位居民 是遭到保全 他们是以石头来砸伤头部 那居民甚至要将民众 送到医院的时候呢 还被保全阻挡 不过最后还是有平安将受伤的民众 送往台中的龙肿医院 去做创伤外科的治疗 不过我很好奇 这现场有没有警察 有没有警察再去维持秩序 或是制止这个保全 或是双方之间的冲突呢 事实上现场是有警察 不过在民众他们 可能有报警或是过程当中 其实警察是在 站在一个比较 没有为民众来做一个 跟工地的保全 做隔离的动作 他们是还是站在 比较偏外的角色 来看这场事件 所以其实在警察角色来讲 比较没有那么中立 我想这也是愿力返风车 自救会在立正的冲突当中 对警察非常不满的地方 那自救会到底他们的期待 他们的主张是什么 他们其实就是主要最简单 是要求一个风机安全设置的 一个安全距离的问题而已 所以他们其实在上来台北 已经抗争过很多次 都没有受到很多 没有受到政府官方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规范的安全 安全距离的一个规范的 一个制定的问题 那他们其实这就会 这次北上特别是来演出了一个行动剧 居民是在身上淋上了红色的墨水 他们是象征控诉 英华威这个保全暴力的一个行为 其实他们抗争一年来 走遍各部会去做评浸跟表达意见 政府到至今都没有 对自救会诉求提出 所提出的风机选址安全距离 跟民众参与的相关规范 他们是无动于衷 所以自救会要求行政院应该要 跨部会召开一个小组 自己召开一个风机选址 设置专案的小组 然后并且勒利英华威 应该要立即停工 落实台湾永续的绿能发展 有关于这个愿意反风车 自救会的这些相关的抗争 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 已经连线谈过了非常多次 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并没有受到比较好的对待 或者是比较好的改善 那特别是我们一直觉得说 在民主社会里面基本的程序 不管是听证程序也好 或是公开讨论程序也好 或者是所谓的环评的程序也好 他都必须要确实并且是一种公开 公共的讨论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是太过分的要求 而是一个最基本的民主的素养 对基本民主的一种所谓的期待跟落实 今天非常谢谢公民行动 已经记录资料库的加峰 跟我们一起来连线 我们下礼拜一样 在跟大家做相关社会新闻 社会运动新闻的讨论 谢谢大家 谢谢加峰 到底这个烂摊子何事才能了结 这根本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灿烂时光 我是主持人怡秀 这里是独立在线 首先让我们来关心国际儿童电影节相关活动 国际儿童电影节是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 与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主办的关怀社会系列活动 其间跟与文教团体合作 在北中南校园巡回播映 高雄市教师职业工会 也与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 台南市教师会共同合作办理 展开巡回播映会 借由教师进修研习机会 让老师对动画教育有更多的了解 并运用在教学上 而最后一场的巡回播映会 将在明天上午在高雄市前镇区 民权国小活动中心举办 欢迎各位听众一同参与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心 摄运连线木协活动 对于国民党全代会改期到11月10号 并将地点改到台中无期中港体育馆 摄运连线将举办摄运连线木协活动 从台北沿途木协南下 并在11月10号以威胁的方式向政府示威 并承诺在行动结束后 将鞋子捐到非洲中南美洲等第三世界国家 而第一站将在11月3号星期天 下午6点半在台北西门町 欢迎民众共襄盛举 以上新闻是由陈怡秀编辑播报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接近